你就老去吧 孤独别醒来 你渴望的离开 只是无处停摆 就歌唱吧 眼睛迷起来 而热泪的崩坏 只是没抵达 的存在 今天的路线是 经过杨虎卡州拉冰川 最后到达日帕泽 大概是300多公里的路 我们一行有无量车 无量理想L7 L8 L9都有 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 Let's go 我们行程正式出发了 现在的电量是35% 油是877公里续航 总续航是938公里 我们看看到了热喀特之后 我们的整体能化情况 到底是怎么样的 这个摩坦空气2.0还可以 我感觉刹车和起步的抬头 这个抬头的抑制不错 是不是改变特别明显 是的 这个版本比那版本更好一些 更清晰一些 它把舒适和运动去分的挺开的 对 这是摩坦的 另外有一版油画的版本了 真兴奋 这是我第一次跟车队一起出来 我还觉得好有意思 看我像不像专车司机 还有手套 老司机开西藏的路感受不错 这个路还很平坦跟高速一样 很期待越野路 山上画的这种梯子 我查了一下 这都是为市区的亲人祈福的 为他们能够上天堂打一条梯子 我把悬架调到了摩坦的运动摩坦 体验一下这个山路摩坦的感受 摩坦2.0的运动摩坦的运动摩坦 握这么多弯道 还是支撑性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前面马上就要到杨湖景区了 然后前面就是杨湖观景台 所以路况有一点点拥堵 哇塞 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杨湖了 杨湖还是好美啊 天哪 杨湖终于在我这一侧了 可以好好的给大家拍一下了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走一个越野道 看前面这条路好窄好窄 我们要提前打开这个全景影像的模式 这样一会就能看到我们的车 是不是在道上 非常的窄啊 我们前面这辆L8 最后就是贴在边走 非常窄 我们这条路非常窄啊 大概就将将过2米 然后看一下轮毂模式 四个轮毂都是贴在路边走 差一点点就要下去 所以走这种烂路啊 不是走这种小道 有这轮毂模式还是非常方便的 看我们理想旅行家的车队 已经全部都停在湖边了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杨卓雍湖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杨湖 也是喜马拉雅山北路最大的湖泊 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杨湖的美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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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开了九个小时 我们终于到日喀泽县城了 行驶里程不长361公里 我们最终是油耗是6.40 在高原地区 理想L系列的油耗都还不错 我们现在在加油了 早上出发的时候 电量是35% 油上是877公里 现在是我们总共 油消耗了279公里 我们总体行驶里程是361.8公里 然后还有消耗了15%的电量 跑了将近有279 90公里的路 实际上不错了 油耗很满意